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要有吃苦头的准备 即便是帝君和小弟后也是如此 援君又岂能安好 思命 这南华天世事入藩时 可都是出身极好 虽然孤苦 可几乎都是富贵一生 为何本殿下的成欲 就不能有个好出身 连颂当即开始跟思命讨价还价 三殿下 思命绷着一张脸叫起苦来 援君这事 和南华天不同可好 南华天去凡事可不是历劫 他 他只是想要和我有些干系 这怎么能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 成欲不也跟你有干系吗 思命 你少喝成欲亲手做的茶了吗 连颂一副不依不饶的 开始为成欲跟思命讨要一失好命 这每年 扶去劫子的时候 思命 你可没少贪吃啊 三殿下 一定要如此斤斤计较吗 思命捧着一张犯苦的脸来 援君下凡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历劫历劫的 不是去游玩的 你若是再如此同我计较 我可将援君的痕迹抹去了 也许我一时高兴 再为援君写个好夫君也不一定 你敢思命 连颂当即变了脸色 他对着思命 露出一副讨好的嘴脸来 本殿下听你们的 不就可以了吗 不过 这话我们可得说在前头 一旦成欲入了凡事 我便也跟着去凡事守着他 这里 你可得给本殿下看好了 是 三殿下的吩咐 小仙岂感不从 思命假模假样的 装出了一副 唯唯诺诺的模样来 思命 话说回来 这莫渊不会在背后 又想着对成欲做什么手脚吧 连颂突然又开始多疑起来 三殿下 您可真是多心了 莫渊上神 若真是想要做什么 他只需将援君藏起来 再偷偷渡援君成仙 然后让援君彻彻底底忘掉你即可 又何必专程来跟你说此事 思命扫了眼满脸疑惑的连颂之摇头 看来 本殿下着实是以小人之心赌君子之父了 思命的淡定和坦然 让连颂不由地干笑起来 看来 他着实是过于担心了 可不是 思命亲民了一口茶说道 三殿下 说来 你还真是欠了莫渊上神一个大人情呢 若非是援君遇到了莫渊上神 只怕援君早已掩灭了 你着实不该怀疑莫渊上神的今日之举 思命 你说得极是 连颂垂下眼帘 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这些日子 我被处疑和愤怒折磨 着实说了不少莫渊上神的坏话 说来真是惭愧 若非有莫渊上神 只怕本殿下早已见不到成玉了 若那日 本殿下能好好同成玉说话 成玉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 说来说去 都是因为本殿下 才害得成玉落此大难 三殿下 事件已经发生了 你还是不要再自责了 所幸援君无事 才是值得欣慰的 思命站起身 对连颂拱了下手 三殿下 我需回府一趟 为援君入凡事做准备 还劳烦你 看护好这次服渠了 思命 谢谢你 连颂起身 对着思命郑重还礼道 我便将成玉 托付给你了 来日 若是你有需要 我连颂出力之处 我必当全力以赴 三殿下 我思命可没想这么多 思命对着满脸郑重的连颂 轻轻扯了扯唇角 转身迈着急迫的步伐 积极往他的仙府而回 踩入仙府 思命一眼便看到南华天 正在打扫庭院 思命在路过南华天身边的时候 停下了脚步 南华天 我多日不在府上 辛苦你了 能为你看护庭院 与我来说 便是这个世间最为开心之事 思命 我又何来得辛苦 南华天对着思命 露出一抹带着旗鼓的笑 我世事轮回 不就是为求能留在你身边吗 南华天 看着南华天凄凉的眼睛 思命一时有些不忍 他伸手捏起南华天青丝上的一片树叶 甚是温和地说道 终究是我愧疚于你 可我既然答应你留下来 便不会再丢下你 我 我这心里 着实 着实是没有你 但是 我会尽力照顾好你的 愧疚 哼 思命的话 让南华天的眼中一下就湿润了 他不惜拿姓名做赌注换回来的 不过是他的一生愧疚 南华天咬了咬嘴唇 思命 误说什么愧不愧疚的 能留下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你如此匆忙地回来 定是有要紧之事吧 你先去忙吧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我着实有要紧之事 南华天 我这就去忙了 玉碧 思命不等南华天回话 抬脚匆匆走进了正殿 南华天看着思命匆匆步入殿中的身影 不免有些悲伤起来 本以为留在他身边便是他所渴求的 可他真正留下来才发现 原来他日日的无事才是对他最大的折磨和煎熬 还不如在凡事凄苦而终的好 果然应了那句 相见不如怀念的话来 想到这里 南华天抬起手臂 用衣袖轻轻擦了擦眼角的泪 他不慢不紧地往一旁的厨房走去 既然他回来了 想来他也是饿了 即便他的心中没有他 可他还是想要照顾好他 假装他很好 不要让他觉得留下他是个麻烦 那便是心痛 一个人痛 也比两个人一起痛得好 南华天带着浓浓的悲伤 为思命做好了桃花羹 他还记得 他第一次吃着桃花羹的画面 吃完了一碗羹 还砸了砸嘴巴 抬眼打量着他问 还有吗 再去给我盛一碗来 一阵忙碌 当南华天将眼泪和悲伤进藏 他将做好的桃花羹放在托盘上 碰到了思命的面前 思命 先吃点东西 颠颠肚子吧 好你先放下吧 我一会儿吃 思命头也不抬的 不停着翻看着一圈圈点击 他定是要找个 可以帮承育员军的好法子 这修心不易 援军能飞升上神 也是他的福气 他定是不会让援军 有丝毫的闪失的 毕竟 小殿下将援军看得极为重要 为了能让小殿下安心 他定只得护住援军的安慰 说来也是 小殿下如今的气色 可是越来越好了 他每次见到小殿下 便觉得心里甚是踏实 我 我先去忙了 若是有事 你随时吩咐 玉碧 南华天打量着满脸凝重 翻看着点击的私密 无奈地走出了大殿 一出大殿 南华天快步走向厨房 他在厨房中的一张桌子前 坐了下来 皱着眉头沉思着 这不就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南华天 你不要太过贪心 他心里没有你 也许 留下来与你来说 本就是一个错误 你不过只是一棵 被捡回来的桃树 凭什么如此贪心 这亲爱 可是你能求来 南华天一直在深深地自责着 就连私密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都没有留意 还是崇林的到来才惊醒了他 南华天 你在想什么 崇林在正面中转了一圈 也没发现南华天 这才往厨房来碰个运气 崇 崇林先关 南华天起身 赶紧对着崇林行礼道 你 你有何吩咐 你不必如此拘谨 崇林看着南华天 如此紧张的模样 与其温和地说道 我方才去府区 只见私密了 他说这府上的新茶 在你收着 让你取一些余我 私密 他走了 南华天稍稍愣了愣 眼中泛起一抹 浓重的失落 紧接着 他定了定神 我这就去取来 崇林先关 你稍等 说着 南华天快步 往大殿走去 步入大殿 便看到他做的那碗 桃花羹 依旧放在桌子上 连洞也没有洞 南华天心里 骤人生起一抹 隐隐的头 他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他从不吩咐 他做任何事情 不到万不得已 他甚至 不会主动 和他说上一句话 他这是厌恶他了吗 觉得他缠着他 用他的性命 来缠着他 南华天的眼中 一下就泛了红 紧接着走进来的崇林 大量着红了眼圈的南华天 不禁眉头深皱了起来 南华天 私命惹你了 还是你觉得 留在这里不开心 崇林先关 为何私命 单单无视我一人 是我做得太过分了吗 以性命相邪 硬是要留在他府上 南华天双目 失神地盯着崇林 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 南华天 私命本就很忙 既然留在他身边 是你的所求 如今 你已如愿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崇林有些疑惑地 站在店中 看着盯着一碗 桃花更落泪的南华天 说道 南华天抬起眼眸 盯着崇林 崇林先关 你有喜欢过一个人吗 其实能不能相见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心里 有没有你 也许 一开始我就错了 不该以自己的性命 想要写 南华天 承宇援军 飞升之时落难 援军临走之前 又将他的先胎 托付给私命看护 这些日子 私命着实忙碌 也许 你真的是想多了 崇林一时也没有多想 便随口安慰了去 即便援军没有飞升之时 我在此处 也从不曾得他一个好脸色 南华天甚至心痛地流着泪 可他又觉得 不该跟崇林说这些 想到这里 南华天伸手 胡乱擦了擦眼泪 对着崇林 挤出一抹浅笑 是我不懂事 不该在他最忙的时候 给他添乱 我 我没事了 不好意思 让崇林先关键笑了 无碍 你能想开便好 崇林依旧没多想什么 看着南华天又笑了 便真的以为 南华天只是在耍小性子 帮我找下内心茶吧 哎 这就找 说着 南华天从一个柜子中 取出了一个小坛子 交到崇林的手中 崇林接过心茶 倒了声谢 转身便出了大点 南华天赶紧快步追出店外 他在院子中拦住崇林 崇林先关 南华天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不知可否 什么事 说来听听 崇林停下脚步 打量着正对着他笑的南华天 崇林先关 这些日子 我时常往扶居池送茶点 对于援军和少婉十祖的事情 也多少听说了一些 南华天努力让自己保持着极好的笑颜 昨日里 我从一个小仙的口中得知 说可以用园林祈祀什么的 便可报所求之事安然无恙 不知可有此事 你说的是舍林取义吧 崇林轻笑着说道 这法子 其实还是后人从少婉十祖当年的 以身献祭混沌 以求凡事昌盛的一举做演化而来 说什么将自己的园林 献祭与杯名全 便可为所牵之人祈福 其实这大多都是道听图书而已 那杯名全可不是什么好去处 杯名全之所以叫杯名全 不过是因为很久之前 有一个圣人因爱成痴 一时无法走出秦海 他所钟情的女子 又不曾多看他过一眼 为了打动那女子 圣人不惜用元神做类化拳 以求感动他心仪的那女子 可惜的是 那圣人即便舍了元林 也始终未能撼动那女子 这圣人因舍了元林 自然是活不了的 她的残魂便寄居在那泪泉里 日夜不停不歇地痛哭悲悯不已 使听者闻之 也纷纷落泪满精 圣人的此举后来逐渐被传了出去 众人知晓后 也为圣人可惜悲伤不已 便将圣人的泪泉 取名为悲悯犬 用来安抚圣人残魂 以求让圣人安息 说什么以元林献祭 便可忽悠自己所心仪之人 尽是胡说八道 舍了元林又如何得火 想不到 这悲鸣权 竟是由此而得 那圣人真是可怜 南华天听后 失神地说道 少听那些刚升上来的 小仙们胡说 南华天 近来私民叫忙 你定要为他 打理好他的仙父 崇林留下一句话 转身出了私民的仙父 目送着崇林离开 南华天的眼泪 一下就涌了出来 他和这圣人 竟然有着如此相似的悲伤 也罢 舍了元林也好 便再也不会疼痛煎熬了 与其被秦安日夜折磨悲伤 不如用自己的元林 为私民换个时时顺遂 也不枉他倾慕他一场 想到这里 南华天伸手擦了擦眼泪 他抬眼打量着私民的仙父 这仙父过于干净整洁 想来他如此忙碌 却还将自己的仙父 整理得一丝不苟 由此便知 他是个过于严谨之人 又几回轻易 对他一个小小的桃花灵动心 私民一回摇齿 便将他的想法 跟连颂说了出来 连颂顺是清楚私民素来谨慎 便顶头默许了私民的法子 过了两日 墨渊亲自带着念念 来到了九重天上的轮回井 为了怕连颂误事 私民找了诸多借口 硬是没有让连颂跟来 墨哥哥 我 我有些害怕 念念站在轮回井边上 被从井中涌出的 阵阵自古的凉风 吓得轻轻颤抖着 摩员上前 将念念拥进怀中 甚至温和地说道 念念 从这里跳下去 带你再回来的时候 便可记得你的朋友 你的爱人 还有你的孩子 此去你会吃些骨头 但是不要害怕 若是你遇到危难 墨哥哥定去救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